阴到只有前面几公分有感觉 那为什么会有男生进去比较深的感觉呢? 前面三分之一 是男生进去在摩擦的时候 你会有得到高潮的感觉 但是当男生完全进去的时候 男生会有完全的包覆感 女生也会有子宫颈被龟头顶到的一种感受 那个不是痛,也不是什么爽 那就是一个碰到的感觉 就像女生去做子宫颈抹片 医生在刮抹片的时候 你不会痛 可是你会感受到有东西在动它 就很像你们去拔牙 拔牙不是会打麻醉吗? 打麻醉的时候这边不是会麻痹 但是你手去摸你的脸 是没有感觉的 可是你知道有东西在碰它 这个感觉可以理解吧 这感觉就会很像 阴巾如果伸到里面去碰到 女生的子宫颈的时候的一个感觉 你还是可以感觉到 可是那个不会有什么痛跟不痛 这样没有声音了 这样不会有痛跟不痛 这样OK吗? 那为什么有些人 女生会说前面有感觉 那为什么会比较喜欢男生伸进去呢? 因为当男生的阴巾全部进去的时候 大腿 男生的大腿跟女生的大腿都是打开的嘛 那其实两个人的身体是最靠近的 有的时候如果刚好 男生的阴巾的长度 刚好是进去女生的阴道长度 两个人 这是男生 这是女生 这是男生 刚好进去的时候 男生的这个地方的阴部 是会摩擦到女生的外阴部 阴地的地方 其实在这样子动的过程当中 女生也会获得外阴部的阴地 或是外阴部的C点跟U点 这边有阴地角 这边都会获得 这边都有神经 都会有敏感的感觉 那加上男生很靠近女生 那一定会抱嘛 会靠近嘛 这种感觉是女生很喜欢的 所以不是说一定要多深入 女生才会喜欢 而是第一个你深入会碰到外阴的这种感觉 第二个是因为你在深入的时候 会拥抱的这个感觉 会是女生喜欢的 而不是女生真的喜欢你插得很深 重点不是插得很深 重点是你很靠近她的身体 这两个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所以我今天他说 如果你很长很长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靠近她的身体 你会有一大段在外面 这样子拥抱 不会比较好啊 所以不要再追求长度了 拜托 长度真的是最厚最厚 而且太长真的没有比较好 我不知道男生的迷思 有没有办法因此而破除 不要再追求长度了 够长就好了 所以女生喜欢的是 靠在一起的感觉 不是搓到里面的感觉 那女生会有感受 一定会有感受 就是不会痛 那里面没有感觉 不是说完全没有感觉有东西 就像你放棉条进去一样 你放到 上礼拜如果我上的话 棉条放到后三分之二的地方 你不会有异物感 可是你知道 那里有东西是一样的